那么说到这样一个破裂呀裂缝啊 那肯定会导致一些地质灾害 那么地质灾害这个单词我们叫cataclysm CATA呀这个前缀它表示不好的意思 是吧 它本身来自希腊语前缀叫kakos 那它表示意思叫bad叫evil叫down 后来呢我们直接从希腊语转入英文 那么把kako换成caco 所以cata也表示不好 好当它表示不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单词叫cacophony 风力叫声音 caco它叫不好 所以cacophony叫不好的声音 当然叫刺耳的声音 包括我们说还有像这个单词叫cacography 大家看这个单词 caco是不是叫不好的意思啊 graphy叫血呀 所以不好的血当然叫拼写错误或书法很差 下面单词叫calligraphy call it 它表示叫好的意思 是因为对应这样一个不好的希腊语前缀 我们还有一个好的希腊语前缀 这个好的希腊语前缀就是kall o 大家看kako kall o在希腊语中是不是也长得很相似啊 所以前面是不好 后面是好 我把这个k换成c 所以call就表示好 所以这个单词它表示意思叫calligraphy 叫写的好的当然叫书法了 那么因此的话呢 我们会有这个单词比如像catalog叫目录 是吧 比如说像catastrophe 为什么呢 cata表示叫做坏的下降的意思 log是什么东西啊 叫原木嘛 所以你看catalog为什么叫目录啊 它表示一条单子列到这个地方 因为cat叫下面 log叫木头 是吧 好 catastrophe这单词叫大灾祸或者是不幸的意思 因为cata它表示意思什么呀 它叫做下降的意思 那么astr叫星星的意思吗 随着单词叫catastrophe表示星星从天而降 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啊 它所表示的意思叫大灾祸或者是不幸 上次我们跟他讲过了 什么叫做catastrophe呢 就是表示星星是吧 从天上掉下来 很多同学都觉得星星从天上掉下来是个好事 是吧 那是因为你没站在它底下 砸一下你就知道它是好事 还是不好事了 所以catastrophe它其实是不好的事情 说完cata它表示不好 那clysm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它所表示的意思是wash 它也是个希腊语 表示大洪水的意思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它表示的意思叫cataclysm 表示大洪水哗啦一下就全都掉下来了 所以cataclysm当然表示地质灾害的意思 那么说到地质灾害 我们当然要给大家熟悉一下 在考试中常见的几个地质灾害 那么这些地质灾害 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它本身就是考试热点 Earth叫地球 是吧 quake叫震 所以地球震 它当然叫earthquake地震 好 下面单词叫seismology 它也叫地震学 这个sysm表示意思叫地震的意思 所以seismology也叫地震 大家注意一下 earthquake表示地震 是表示地球可能可能自个儿震 而这个seismology 它表示地震是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人工地震 什么叫人工地震呢 比如说我现在要想看看地底有什么东西 我是不是得放一炮 然后接受个地震波呀 那么这个过程中 砰我这一放炮 这个人工放炮 是吧 叫做seismology 叫地震学 好 包括seismic 是吧 包括它叫shake 叫摇 叫晃的意思 大家做好笔记就可以了 总之 我们说earthquake和seismology的区别 就在于earthquake研究的是地震本身 seismology描述的是地震学 是吧 那么还要像这个单词 说到地震 比如说大家知道唐山地震 是几级啊 是吧 7.6级 比如说我们之前这个日本福岛核电站 是吧 导致的地震是多少级啊 很多同学12级 你不要瞎说 是吧 这一下12级日本没了 是吧 大家要注意 那么在地震上的震级 如果提高一级 在实际的烈度或者是影响程度上 要提高30倍 所以这个震级不是瞎说的 是吧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当初地震是8级左右 你想想你这个 对吧 一下从8级 变到12级 那么就是30的四次方 是吧 30乘30是900 是吧 然后呢 900乘900是多少啊 是810000 是这么多倍数 对吧 你现在都把那福建摧毁了 那你这么多倍数下来以后 那不就没有了吗 日本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不要乱说 那么说到magnitud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单词啊 它本身表示叫做重要程度 或者是啊 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里面呢 是因为magn 它本身是来自omega的 后面有时间给大家讲 说到地震的话呢 我们还会有这样一个单词 叫epicenter 是吧 这个center呢 它表示叫做中心 epi表示在外面 所以在外面的中心 它叫震中 同时老师啊 center它表示叫中心 ip叫外面 它怎么还可以表示叫震中呢 请大家要注意 震中和震源是不一样的 震源是什么东西啊 是底下那个swords 比如说这是我的地表面 底下的话有个地震 这个地方叫什么东西啊 叫做source 是吧 叫做震源 那么由震源和地表 那么做一个垂线 在地表上这一个点 它才叫震中 听不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 ip它表示这一段距离 也就换句话说 是地表和我的什么呀 非常好 和我震源之间是有个距离 它是这个离开这个中心 所以center在这个地方 肯定就可以表示是什么呀 是那个震源嘛 所以epicenter叫震中 大家理解了吧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啊 好 那么EPI为什么可以表示外面呢 因为它来自拉丁文 表示在外面的意思 所以它表示叫appound 或者叫amount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E和U换 I和O换嘛 好 那么说完这个单词以后 那么还有像这个单词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表示的意思叫海啸 是不是啊 那么当它表示海啸的时候 应该怎么读啊 很多同学说老是不会读 没关系 它本身是来自日本嘛 对吧 咱们同学都会日本吧 好 那你看这个单词应该怎么读啊 应该读成tsunami 是不是啊 好 那么这个单词 为什么能够表示tsunami 表示海啸呢 因为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是吧 tsu在ts 在日语中表示harbour 叫港口的意思 这个nami表示的意思叫waves 所以它表示叫港口的波浪 大波浪 叫tsunami 它表示叫海啸 很多同学说老师你真厉害 还会日语 是吧 我可没有你厉害 我只是随便查了一下这个单词 我觉得很奇怪查出来 其实我一点日语都不会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了海啸你还可以这样说 叫tidal wave tidal表示意思叫什么呀 波浪 是吧 wave嘛 是吧 潮汐波浪 所以它也叫做海啸的意思 好 在我们常规的考试中 我们还会遇到这样一些地质灾害 因此我们来把这些地质灾害 给大家罗列一下 看看大家是否都认识 第一个 the power of nature 是吧 就是自然的力量 我们来看一看 自然都有哪些力量 大家做好笔记 第一个 typhone 这个词我们之前讲过 它是什么意思啊 台风嘛 是吧 来自海上的信号器和大喇叭 那个词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看台风这个词 这个很好记 因为发音和它意思一样 好 第二个我们管它叫 sand storm sand叫沙子 storm叫风暴 所以sand storm叫沙子的风暴 那你说什么意思啊 非常好 沙尘暴 好 下面一个单词叫flood flood表示什么意思啊 非常好 洪水 后面earthquake刚讲过地震 下面一个单词 tornado tornado这个单词 所表示的意思叫飓风 是吧 torn 那个torn 它实际上来自turn t-u-r-n 好 下面单词就snowstorm snow叫雪storm 叫风暴 所以这叫暴雪 是吧 下面单词叫landslide land表示块 sled叫滑 所以landslide它表示意思是 整个块 呱气一下 全下来 是我感觉挺恶心的 它表示叫滑坡 好 下面这单词叫cyclo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前面这个cyc 是什么东西 是圈吧 所以cycle 表示叫做龙卷风 后面 hailstorm 叫冰雹 hail叫薄嘛 记个短语 hail from 欢迎的意思 h-a-l-f-r-o-m 好 下面一个叫volcano 这个很简单 叫火山 在下面一个 我们感觉叫hurricane 是吧 h-u-r-r 它叫快点 hurry嘛 快点刮的风 它叫飓风 下面一个叫tsunami 海啸 刚刚讲过 下面一个叫drop 干旱 这个很简单 let's dry 下面单词 lining 叫闪电 下面一个东西叫mud rock flow mud叫泥rock 叫石 flow叫溜 泥湿溜 是不是感觉还是挺搞笑的 这个词 是吧 总之 这样一些地质灾害 都是我们在考试中 曾经提到 而且参考的这样一些主题 希望大家给足够的注意力 那么说到这样 这些自然灾害 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些自然灾害 那么给大家展示一些图片 是吧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啊 叫earthquake 哗啦哗啦一阵 全走了 是意思吧 好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管它叫做 tsnami 叫海啸 比如说印尼 经常会有海啸 是吧 好 下面一个 我们叫landslide 就整块 哗气一下 全走了 好 下面一单词叫 mud rock flow 它叫泥石流 mud叫泥rock 叫石 flow叫流 所以mud rock flow 叫泥石流 是吧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其实从地质灾害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呢 有些房子建的是不太合适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这个泥石流底下这个地方 是吧 很多同学都说 哎 你看我这个三面环山 一面淋水 是吧 结果这个泥石流一来 哗气全给你淹到里面 是不是 哎 那你这不这房子就完蛋了吗 所以我们说 其实有的时候 你这个三面环山 你还是要离山稍微圆一点的 不然砸下来你就完蛋了 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很多文明 是吧 被整个哗气全给党上的原因 原因很简单 是吧 整个山体下来以后 你是挡不住这样些东西的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大家看一下 这样四个风 第一个风 是什么风啊 非常好 是龙卷风 所以它的这个英文 可以叫tornado 是吧 好 第二个风的话呢 我们管它叫cycle 飓风 第三个叫hurricane 第四个叫台风 是吧 大家看一看 好 那么接下来 我在这个地方 问大家一个问题 是吧 你看 根据hurricane这个东西来讲 你觉得它是往哪边走 是按照左旋定理 还是用来右旋定理 来判断它是上升气压 还是下降气压呢 这个东西 我想大家应该有印象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是这样几个灾害的东西 第一个 snowstorm 暴雪 是吧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管它叫hailstorm 叫冰雹 灾害 是吧 flood 洪水 这个单词叫lining 我们叫做闪电 thunder叫雷 是不是 闪电一下来以后 就全劈死了 是吧 后面一个单词叫drought 干旱 后面一个东西 叫sandstorm 叫什么东西 叫沙尘暴 那么什么叫的沙尘暴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 很多同学说老师 沙尘暴太简单了 是吧 这不就是我这个随便 挂点沙子 什么都看不见了吗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沙尘暴 有的时候非常非常厉害 当年的话呢 我们去新疆 是吧 然后这个赶上沙尘暴 我的天哪 是吧 这个整个 沙尘暴来了以后 那么基本上 我们整个车上 全是沙子 这还是一点 很多同学说老师 那沙尘暴来了 怎么办呢 是吧 那我们告诉大家 要稍微躲一躲 同学说老师 我踩足银门 往里赶紧开过去 行不行 你要注意一下 那个沙尘暴 是有可能给你车全卷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稍微要这个沿着风的切线方向走 因为你能可以 这个什么呀 开出它的风力场 是吧 不然真被它给了一下 我觉得你的车 也不一定能够行存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沙尘暴来了以后 不要顶风作案 往里跑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构造地质学 和这个Structure 和Tectonic的东西讲完了